妈 给这个月的生活费 好 那我上班去了 妈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本来不想跟你说的 李方呀 整天买衣服 买化妆品的 从来不给家用 我还得拿我的养老钱 补贴家用呢 李方呀 就是按打扮 我吃点亏就吃点亏吧 家和呀 才能万事兴嘛 妈 你怎么这么着就起了 不是说好我做饭吗 我不是看你昨天晚上回来的晚吗 想让你多睡会了 我跟闺蜜好几年没见 不小心呀 聊得久了点 妈 我来吧 不用不用 你再回去歇会了 饭好了 我喊你 好吧 谢谢妈 妈 做了什么呀 随便做点 李方呀 昨天晚上玩到半夜才回来 现在还睡着呢 我怕耽误你们上班 就赶紧起来 把饭做了 她不是 你老婆就是太喊玩了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去喊她吃饭了 老婆 妈说你 哎哎哎哎 你们千万别吵架呀 我老了 没什么用啊 多干点活呀 也是应该的 妈 你先出去吧 我跟李方说句话 老姐妹 你的办法真乖用 儿子不站的时候呀 我什么也不干 等他回来 我才抢着干 现在我儿子呀 肯定站在我这边 几点也不想着他 李方 你赶紧去把这几件衣服给我洗了 稍等一下啊 等什么 妈 我回来了 哎呀 妈非要替我洗衣服 我要洗 她非不让 对吧 妈 我 怎么了 妈 难道你其实不愿意做家务 那之前 我就敢洗衣服 谁也别懒我 哟 前提啊 我又替你把炸饭做好了 累得我呀 你怎么又让妈替你干活啊 别提了 我六年就想起来做饭了 结果还是被妈抢先了 你说有一个这么勤快体贴的好婆婆 我可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妈 原来你是自愿的呀 啊 是 等会儿我儿子出门了 看我怎么休息 我吃饱了 那你赶快上班去吧 千万别值大 我跟公司起头年假 最近几天都不用上班 啊 哦 那太好了 我最近呀 正好想把家里大扫除一遍呢 这有什么 妈这么喜欢做家务 她一个人用的全包 对不吗 啊 我 那可太谢谢妈了 咱俩呀 一会儿去逛街 都买点好吃的回来 等回来呀 让妈给我们好好做一顿 行啊 妈 那这家里的大扫除 就交给你了啊 走 小沙 哎 却择我 别太想放弃他 把过去 转说成 一段神话 然后小屁士 一样的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